這段導演山姆·雷米 在1981年就一名驚人的電影《失變》 一直是影迷心目中的恐怖片經典 32年後重拍《挑戰新世代》觀眾極限 果真厲害 上週第一名 本週繼續維持在第五名 第四名是《特種部隊2》 上映至今累積1億美金的佳績 也讓電影公司提早準備動工第三集囉 我愛這個 動畫片往往都能在美國賣出絕佳戰機 古魯家族也不例外 目前票房已經累積到1億4千3百萬美金 真的太強大了 惡搞恐怖電影的精神尖孝又回來了 這一次可是堂堂邁入第五集囉 雖然演的都是一些過期明星 但卡斯本來就不是重點 耍笨耍賤的惡搞奇招 才是讓電影賣奏的重要關鍵啦 臺灣棒球熱 美國也瘋棒球 改編自真人實事的傳奇42號 將大聯盟史上第一位黑人球員的故事 搬上大螢幕 觀看預告片 就讓我們也熱血澎湃起來 也難怪在美國一上映 就開出棒球電影的新高紀錄囉 誰要讓我倒下 42